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先做一广告 10月19号我有一场游学活动 我去了天津那么多地方 我还没去天津 也是一个标志性景点之一吧 天津滨海航母我还没去呢 然后我自己还自诩一个海军爱好者 没去这不过是 所以呢 19号下午咱们去天津滨海航母游学 看看苏联曾经北方舰队的旗舰 基辅号航空母舰 那聊聊冷战 聊聊苏联海军的种种故事 肯定是大伙喜闻乐见的内容 这我保证没问题 那欢迎各位报名 咱们19号天津舰 谢谢各位了 言归正传 那今天咱们的内容呢 也聊一个和它有关的 你看前段时间呢 听说由于乌克兰人恶意抵抗 频频用导弹无人机 去攻击塞法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船只 然后呢黑海舰队不堪其扰 全员撤到西罗西斯克 当初俄国人为了给黑海舰队找一个永久的家 强占克里米亚 进而引发俄乌战争 现如今呢 好像这占地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而黑海舰队集体逃跑 也不是头一回了 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就曾经集体开润 一路从俄国本土跑到了北非 话说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新成立的苏俄政府 立刻向同盟国求和 放弃了东欧大片土地 德国军队顺理成章的 一路推进到克里米亚半岛 当他们一路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时 黑海舰队猝不及防 一部分军舰撤到了西罗西斯克 其余部分呢 被德国人缴获 而此时德国政府继续向苏俄施加压力 要求这些军舰全部带回塞瓦斯托波尔向德国人投降 否则德军就继续向苏俄境内推进 面对德国人给的压力 西罗西斯克的军舰一部分就真的是 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归德国脏架 其余部分呢 悉数自沉以免自敌 靠着这些缴获的军舰 德国人一下就拥有了黑海上最强大的海上武装 只是几个月之后 德国政府投降 一战结束 那这些军舰后来又被移交给了协约国 那么接下来呢 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俄国内战爆发 俄国各地出现了反对列宁的政府和军队 被统称为白卫军 其中邓尼金率领的那部分被称为俄罗斯南方武装部队 也叫南俄 活动范围呢 就是黑海沿岸 还有高加索一带 一路上啊 他们是节节胜利 他本人也被协约国看作是可以协助的伙伴 于是黑海舰队的船只就被协约国移交给了邓尼金 此后邓尼金再接再厉一路向北 眼看就要打进莫斯科了 但是遭到惨败 不仅攻打莫斯科化为炮影 原来占领的国土也再次沦陷 邓尼金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 他的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了弗兰格尔 1920年弗兰格尔上台 他终于想到 我还有这么多军舰没用呢 急匆匆的把这些军舰调集过来 不妨打算死守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呀 有一处关键的要道 叫比列科普地侠 这是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内地一个必经之路 最窄处只有七公里 如果弗兰格尔的军队同仇敌凯 在服役海军的配合 苏俄红军那是没有任何可乘之机的 然而问题就在于 白卫军他的优势仅仅在于纸面数据 塞瓦斯托波尔有几百门首要塞的火炮 他完全是可以调往比列科普地侠的嘛 但是这些火炮呢 此前一直在德国人手里 缺乏保养不说 再加上德国人和协约国几轮的洗劫 可用的火炮所剩无几 然后就哪怕是说这些火炮吧 他能调过去也有问题 因为从克里米亚到比列科普 他的这个铁路啊 就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到比列科普 他的铁路没办公的 最后一段路只能马拉肩扛 那如此低的这种运输效率 根本就坚持不到红军的进攻 海军军舰也因为缺乏后勤保障 想开动一次都非常费劲 弗兰戈尔的士兵倒是不少 可随着白卫军一会千里 他们这士气低落不说 军营里头还带下来大量的随军家属 只要他们一接到战斗任务 那军营里边你就看吧 就是什么 爷娘妻子走相送 千一顿足蓝道窟 哭声直上干云霄 你这样的军队 肯定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嘛 弗兰戈尔看见这样场景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协约国的帮助上 可协约国观察团看见他们也挠头啊 就是现在这情况是连你俄国人自己都不想 都没有那个主观能动性去保护克里米亚 我还跟你这掺和个什么劲呢 所以就这样呢 弗兰戈尔一看没人帮自己啊 就做好了流亡的准备 命令海军各部门做好计划 一旦有需要 得在最短时间内把六万人撤离出去 到1920年11月 苏国红军攻打克里米亚 如入无人之境 布柳赫尔元帅一战封神 五天之内就攻克了比勒科普地匣 十天之内占领克里米亚全境 俄国内战宣告结束 在白卫军败退之际 几万名民众坐着几百艘船 跟着一同离开俄罗斯 他们这一行啊 没有代购后勤物资 如果没有人给他们提供这些保障的话 几万人就会冻饿而死 在此情景之下 弗兰戈尔意识到 自己最后的资本 就是现在手里的这点军舰 为了几万人的生计 他无奈的把舰队抑押给了法国政府 而法国政府呢 他也没把这个这些船呢吃干脖净 允许弗兰戈尔保留自己的船队 允许他们去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 就是突尼斯的比赛大港 驻博 那这跟法国人高风亮节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源于时代背景 当时是什么时候 二零年末二零年初 各国海军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啊 一方面海军都在裁军 我要去减少那些战斗舰艇的数量 另一方面呢 由于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 商船受到破坏 数量急剧减少 所以法国人也是这样 他们自己国内那些军舰拆都拆不过来呢 我自个都嫌多呢 对于白卫军那些落后一个时代的什么战列舰 巡洋舰 驱逐舰潜艇毫无兴趣 这才让他们都得以进驻比赛大 那法国人他他对于这个船队当中的运输船 破冰船 游船 就这些辅助型船只 那真是兴趣盎然 最令人心动呢 是浮动船 卡朗斯塔德号 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艘修理船 刚到达比赛大不久 那法国人就将他接收 然后整修改名 重新服役 一直沿用到1938年 随后更多的法国人来检查船只的情况 到1922年 这些船呢都被拿去变卖 换了经费 只有那些军舰啊 原来还在这个白卫军海军士兵手里的啊 惨淡经营 这些士兵呢 每天在军舰上升旗 建立流氧政府 也是世界上最后一股白俄势力 到1924年 法国和苏联建交 这时候自个殖民地上 在保留着一支沙俄舰队 这就不合适了 随后呢 法国政府就开始派人上船 船上原来那些俄国士兵啊 早就知道无力回天了 所以就没有做任何抵抗 非常痛快的交出了军舰 法国人把他们视为俄国的财产 请苏联政府派人来接收 但是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发现 这里边啊 只有几艘船 它还有那种修复的价值 其他军舰那都是可以就地拆毁贩卖的 然而这几艘有修复价值的军舰 情况也特别差劲 苏联人找遍了全欧洲 也没有找到愿意去帮忙的脱船公司 他们都担心这军舰半路沉没 然后到时候自己我得赔付天价的赔偿金呢 那法国的参众两院也反对 把这些军舰交给苏联 毕竟斯大林还在做着解放全欧洲的梦 法国人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苏联人递刀的 最终呢 在几次谈判之后 终于决定所有军舰全部拆毁出售 其中舰队里边最大的主力舰 阿里克切耶夫将军号被拆毁 但是他主炮呢得以保留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之后 被法国人移交给芬兰 二战结束之后 又有三门主炮又送给了苏联政府 那么舰队的这个海军 一直被保留在白卫军海军军官的后人家里 一直到2014年才移交给了黑海舰队博物馆 那苏联黑海舰队由于在内战当中损失了全部军舰 也没能接收比赛大岗的任何船只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是在惨淡经营 苏联政府还被迫把一部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 调往黑海来做这种重建的工作 那这就是一百年前黑海舰队润了的故事 一百年后同样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 他们现在已经跑到新洛西斯克了 下一步他们还会撤到哪呢 只是这一次法国政府不会再接受他们了 一支俄国人最重视的舰队 两次惶惶如丧家之犬般的逃走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那次 还可以归咎于纷乱的时局 舰队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无法脱身 那一百年后呢 这是在安静祥和的国际环境下 强行制造事端 最后玩鹰不成 反被捉了眼 那你说这事又能怪得了谁呢 好了 关于这个黑海舰队在一百年前流亡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行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